这个子类别可以存取负类别的这个成员变数跟成员方法 那但是建构纸部分要怎么样做存取 这部分的话会比较是个问题 那其实这个地方主要就是你的资料存在哪里 存在负类别还是存在子类别 那最后的话由谁来储存 然后呢输出的时候要怎么做存取 这个地方这个容易有问题 所以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这个负类别的建构值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在Jama的子类别不能继承 不能继承的特别是负类别的建构值 所以建构值部分是不能够被继承 所以你这个子类别有子类别的建构值 负类别有负类别的建构值 那你可以用什么方式 如果你真的要去存取负类别的建构值的话 那可以透过什么方法 特别注意就是透过Super 这个关键值 Super 那Super的话一般指的就是指向哪里 指向的是负类别 那前面我们有一个关键叫类词 类词指的是类别 指的是类别自己本身 那Super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有去做Extense 继承的这个动作的话 那指的就是你继承的那个负类别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Super的这个关键值 呼叫负类别的建构值 然后这个同理在值类别负类 在这个值类别负类的方法和隐藏的成员变数呢 也可以使用什么呢 Super关键字来呼叫和存取 所以特别注意如果说你已经 值类别已经用法有负类跟隐藏 那可是你还是要去存取负类别的 这个方法跟成员的话 你可以通过Super来做存取 所以Super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这个 那这边的话我们Sample里面有哪些重点 第一个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一样 我们在这个Sample里面增加了一个负类别之前 前面没有什么没有建构值 所以我们在这个Sample里面呢 建立了一个负类别 负类别叫Person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多增加什么呢 多增加一个建构值 建构值里面就是多了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的话呢 就是ID 第二个参数是Name ID跟Name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负类别的建构值 那建构值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呢 负类别的建构值不能被继承 所以我要怎么存取呢 存取的方式特别注意 关键的部分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为Student is 10th person 然后呢这个Student如果要存取他的话 你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Super的这个关键值 Super的话指的是负类别 刮付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会丢什么ID 比如说你可以在纸类别里面 纸类别里面有个建构值 纸类别里面建构值 因为外部传进来的 有几个资料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资料 对不对 那四个资料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资料 ID部分 我要存 我要不是存在自己 纸类别里面 而是要存在哪里 我要存在负类别里面 ID部分是要放在负类别里面 而不是放在我纸类别里面的话 那我用什么方式可以放到负类别里面 就Super 刮符 后面的话就是怎么样 传递ID进去 另外还有名字 如果我的ID跟Name 我要把它存在负类别 那你就把ID跟Name 透过Super的关键词 就传送到负类别 存在负类别的 这个里面 这个存在变数里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实际上 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画面 那最后如果你要存取的话 加那个Super.name Super.id 因为我刚刚不是存进去 存的方式是透过Super刮符 用建构值的方式 放在负类别 那你要把它抓回来的话 就是Super.name Super.id 这样就可以了 存的话是建构值 取的话就是Super. 什么 你哪一个成员变数 OK 这个是属性 属性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城市部分呢 这个在 5-1-5的地方 里面有哪一些部分 第一个一样 在跟前面的那个 类别名称一样 也是Person 那差别的部分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在建构值 在前面的范例里面 没有建构值 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多一个建构值 那这个建构值呢 里面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个 一样名称 传两个东西 一个是ID 一个是Name 我想这个部分没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 我要怎么样把 这个传进来的 ID 放到我的这个ID里面呢 其实也可以用关键字 List.ID 打一个List.ID 跟List.Name 不过同学有问到 老师那有些地方 有点 有List 有些地方没有List 其实在这里 你如果没有打List 也是指向自己本身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地方 把List 拿掉的话 一样是存取 存取到哪里呢 存取到ID 所以这地方 如果你们可以试试看 把List去掉的话 基本上一样是存取到这个ID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 没有其他的成员变数 所以这地方的话 List指的是 自己本身 先会找到这个List class Person 再会看它的成员变数里面 ID 把它做一个储存的动作 然后分别把ID跟Name 存放在哪里 存放在我们的成员变数里面 那这个成员变数是 Person本身 再来的话 再 Count 加加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多增加一个什么Count 那这个Count 是计算学生人数 因为我副校一次 就一个学生 再副校一次 就一个学生 不过我们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有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Count 我宣告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多一个Count 预设值等于0 然后它是一个 印尘的一个整数值 不过呢 要特别注意 前面多了一个什么 Static Static的话 特别注意 通常指的是静态 不过在Count 里面呢 如果你前面 加上一个Static 的这个 这个修饰 修饰词的话 通常这个Count 它存放的位置 不是在local 而是在global 也是一般加了一个Static 通常把Count 变成一个 全域的一个变数 那你放在全域变数之后 它不会 它就 无论在 其他地方 其他的这个 class里面呢 也可以 被存取到 所以这地方 要用一个Static 如果你没有加Static 这个Count 将来 存取会发生问题 所以这地方 要特别注意 然后其他的话 在这边 一样有个Person Info 那Bring的话 是个人资料 这个是 我们的 这个Person 类别的部分 那重点是在 加上一个建构 所以各位 把焦点 放在建构 上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 Student 要怎么存取 Person 的建构 这地方又 更为复杂 所以后面 我们 其实也都延续性的 那也就是说将来 你们在做练习的时候 就是交作业的时候 你也不见得 一定要 像昨天同学 问说 到底要不要 分成好几个作业 你可以分开来 没关系 或者你最后 结合一个 但是你要把 所有的 交的功能 通通都放进来 就是我们前面 所讲的 这些功能 你可以把它 结合成 一个Sample 但也是OK的 也是OK的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怎么去做 当然我们在 付类品里面 有建构值 那怎么去 呼叫这个建构 因为外部 有传进来 四个参数 分别是 ID Name 跟 NO 那NO 这个地方 基本上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学号 做一个学号 这个学号的话呢 是 NO 那 再来一个 Gram 所以会有 四个资料 那这四个资料呢 我分别把ID 放在哪里 我希望把ID跟Name 放在那个 复类别那边 所以复类别用 Super 然后呢 后面加一个ID 跟一个N 把它放在 复类别 所以前面加一个 Super 那Super之后的话 就会把资料 透过建构 传递到 复类别的 两个成员变数 ID跟Name 把它存起来 再来的话呢 这个Name的部分 这个Name指的是什么 这个Name指的是 这个我们自己本身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指的是上面这一个 Name 存起来是学生 然后List List指的也是什么呢 List Class 指的是也是Student 然后里面有个ID ID指的是这个 成员变数 然后把NO也传递过来 所以NO传给他 再来的话 还有个Bland也传给他 所以传给他之后的话 那再把List指向这里 所以基本上 传进来有四个东西 有两个 放在复类别 有两个 放在值类别 OK 那最后的话 要怎么样显示出来 最后我们通过Person 这边有个PersonInfo 那复类别 大家也有个PersonInfo 不过我们因为已经复写了 复类别的这个PersonInfo 所以最后执行起来的话 会先执行 这一个 值类别的这个PersonInfo 那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我如果 直接执行PersonInfo的话 那复类别就被奉携过嘛 所以呢 但是我又要执行 复类别里面的PersonInfo 怎么办 这边有一个重点 就是Super 点PersonInfo 有没有 本来 这个在复类别里面的 这个PersonInfo 一定不会被 不会被执行的 它里面也有一个叫PersonInfo 一定不会被执行 对不对 可是呢 我 就是要让它执行 不过这是一个练习 那你就可以透过什么 Super Super Super.PersonInfo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执行这个 有没有 个人资料 所以将来列出来的话 这一行只能是个人资料 然后呢 分别去 付姓名 付的话是Super.Name 所以从Super上面去存取 它的这个成员变数Name 把名字带出来 然后呢 因为我也有把ID放进去 然后再来是 再来是这个 儿子的名字 跟儿子的ID 还有学生数Count 另外的话成绩 显示出来 所以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结果 这地方 程式执行出来之后的话 把它弄一下 这个应该 这个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执行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各位看到的 学生基本上 这个是Super 就是负类别里面的 什么那个 print的那一行 就是 这一行 就是负类别里面的 这一行 就是person info 那再来的话 就是底下 我们把 子类别的person info 把它print的出来 那你会发现 这些资料 通通都秀出来 那你会发现 在这上面这两个 分别 这两个是负类别的 成余变数 然后子类别的 ok 那com的部分的话 因为是global 是放在static的global区域里面 所以我们一样 有没有 可以存取得到 如果你这边注意 如果你在宣告的时候 这个static 把它拿掉的话 基本上 这个com是存取不到的 就顺便提一下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这一题 稍微再 练习过 这一题基本上 里面光一题 就有很多的 这个继承的 重要的观念 都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这一题 没有办法 这个很清楚的话 那你这个将来 在撰写 这个固件导向的 这个程式撰写 问题就会比较多了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试试看 试试看这个 第五节的 这个范例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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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